今天2月8号 嗯 没心情说那些 虚了八戒的东西 但是 一定要录 每天的日记一定要做 正好在这写字 就开着吧 记录一下自己写字 这写字是从19 19年 19年夏天左右吧 那这也是那个 看那个 看油画呀什么东西之后 突然感觉这些 中国字线条其实 是很好看的 其实这些油画 你说这些 不光是油画 还有中国这些文人画 我就是在看它的线条 它的这个用笔 远近 从它这些这个变化中 体会它的这种 所谓的美感 其实很奇怪 你说什么叫美感 看着为什么有东西 可以看着舒服 为什么有些人 会看着觉得很好看 有些人又看一团 墨字 所以说这种 所谓的艺术修养 是教育出来的 天生 所喜欢的那种 有啊 但是真是 这怎么说呢 那个人基因里边带着这种 对线条美感的捕捉能力 所谓的天才 不是说话 写字写的乱 本来也够乱 其实用这瓶墨是去年 20年1月份的时候 去日本玩带回来的 多少钱了 哇 不贵 因为我不会买太贵的东西 用起来的时候 感觉就是 比那种10块钱的墨吧 淡 这个颜色比那个淡 其实放时间长的水分蒸发了 不淡了 刚开始就要淡 这就是它好洗 然后里边那种 胶 胶比较少 我家这个死狗 今天早上也没溜 也不知道吃没吃饭 所以心情不太好 门口收一点声音 它就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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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我心情也不好 现在如果去外地的话 很喜欢去博物馆看一下 以前是自画 陶冶一下 真的能看出来 也比较看出来 感觉看了之后 跟着它的笔画走一走 会比较舒服 这样我自己写的还是很烂 但是已经开始喜欢看别人写 觉得这种轻重 缓急 线条流转之间感觉别人的运笔 当然因为那种 古人这种用笔也不是一日之功 其实你说也是 就是现在我们虽说也是用 已经用这种钢笔圆珠笔了 有些人写字就是好看 像我这种烂字的人是 也大于人在 最早开始练练寿金 书还在这 这句子98可能往上买 没那么贵吧 练它那个签字纹 练了又二三十个字 写我看看啊 手机的笔不一样 这个笔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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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trients 板策 哈哈 一锅粥啊 活位 一锅粥啊 诶 诶 天地元皇 我这练字是不是也没有天天练对吧 这次偶尔想起了心情不好 心情好的时候拿起来戳几下 也没有想去卖字 也没有想去给别人写字 一开始想的时候 看看家里春联怎么能写 我来发现很难啊 不是这种随便 糊弄糊弄 练练字就可以写的 差很多 把一个技能拿到去赚钱的程度 还需要努力啊 不错 你写着玩啊 差不多吧 几分钟了 镜头冬光一变 可以了 Vlog是不是 日记 昨天我二轮说这个 节度 看看我录的东西说节度要快一点 不要说很多废话 要切入主题 我不是想跟世界一样 刻意的不跟世界一样 也没有想去 觉得很恶心那样 有些为了快点的工作的内容塞进去 加快语速 用机器变速 1.5倍速度播放 加点激动的音乐 动哒动哒 让人喜欢看 看的有什么用啊 如果有人喜欢看我这些玩意儿的话 纯粹是那种Song的人 如果现在有一个Song的人 每天放点东西的话 我觉得我会看看 大家一起去死 挺好 至少感觉死的路上不孤单 对世界 对世界人毁灭的路上 就是无道不孤 其实更多路下来之后 不是给 人类看 我觉得人类没有救 也没有意义看这东西 改不了 那我也自己也根本改不了 一些自己的本性 贪婪 脾气 也许留意另外的生命 在关注我们 也不叫生命 那些东西 神 地球以外的东西 而地球上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在关注着我们 我希望恶心恶心他们 如果是他们造物主的话 是他创造了我们的话 我就恶心恶心他们 我不能把你怎样 我可以见你一身血 摔你一脸屎 我不喜欢你创造的这些人类 如果有其他的生命题 在看的话 希望你们看一看 有不一样的生意 也许你们喜欢这种积极上进 不断进化的人类 也有这种恶心的人 拜拜 拜拜 嗯 嗯 关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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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